华夏时报China Times,Nassian,记者陈严彭剑替记者石凯北京报道,过去这个药还没有纳入医保,一个月是服用三盒,一个月就要花费15000元左右,现在纳入医保后,这个药一盒比原先差不多便宜了三分之二,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一位患者向华夏时报记者展示其手中,被一种因为一瑞莎看了钥匙说, 随后记者来到该药房,经负责人介绍了解道,目前的一瑞莎及非体力单价一盒是2358元,纳入医保前每降价时单价每盒是5000元左右,一瑞莎是近年来纳入医保并降价的其中一种抗癌药,而对于很多承受着高糖抗癌药费的中国癌症家庭来说,最期待看到了的是不断有新纳入医保和降价的高价药, 根据最近消息,日监国家医保区下调了14种前期国家谈判,抗癌药品医保质副标准和采购价格,预计9月期,患者可陆续买到新一轮降价后的抗癌药, 同时,新一轮抗癌药医保顺入攀判,预计9月底前完成,9月底前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将按照调整后的新价格公开挂网采购,降价值之可败, 华夏时报记者走访中国医学科学院种流时了解道,为例此次降下名单里的多种疗效确切, 但价格教兰会抗癌药目前仍处于保持原价状态, 基达本案9,240元,拉帕提尼4,900元,伊韦莫斯4,440元,厄洛提尼1,365元, 拉帕提尼2,858元,0.425, 据藤提卓尼4,680元,3.5毫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说, 目前还在等待降价的通知, 今年来,国家通过降税,加快审批和医保准入谈判等相应措施, 不断推进抗癌药降价提速, 此次降价和新一轮医保准入谈判实际实施抗癌药等药品, 零关税埋本日后的又一次新进展, 据悉,新一轮抗癌药医保准入谈判等药品涉及血液肿瘤和尸体肿瘤所必须的临床价值高, 创新性高,病人获益高的药品, 覆盖了非小细胞肺癌、节肢肠癌、肾细胞癌、黑色素瘤、慢性粒细胞癌血病、淋巴癌、多发性骨髓瘤等多个癌种, 北京脱币锡药医有限公司全国市场准入经理陈赫, 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新一轮抗癌药医保准入谈判, 对药品采取用市场换价格的方法,来增加药品医保报销范围, 国家陆续调整医保末路的准入标准, 引力于新药进入医保。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多数患者表示, 降价和耐入医保, 确实是缓解经济压力的好事, 但还是希望医保准入谈判虚加快进行, 同时患者关心的还有, 目前上外乐入医保的一些高价抗癌药, 是否会在新一轮的准入谈判内? 但就奥西提尼一种药美元就花费4万多元, 买够4个月的药, 才可以获得后续8个月的增药, 但这4个月的药, 就差不多要花20万元。 一位患者对本报记者说,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肿瘤内科王主任告诉本报记者, 目前效果好且昂贵的奥西提尼, PDE都市上市不久, 还没有进入医保抗癌药, 作为第三代把像药的奥西提尼, 患者一个月的使用费用, 大概是3万到4万。 作为免疫代表性药的PDE致剂, 是临床中炙手和热的药物, 成为医生和患者关注的焦点, 目前一只4万到5万, 一个月使用2只, 一个月费用高达10万元。 分析人士认为, 不一定只是从政策上把药品价格降下来, 就利于老百姓的消费。 如果不能入医保的话, 即使是把一些高价药的价格降下来, 价格依然很昂贵, 老百姓依然承受不起, 国产仿制药虽比进口人员要便宜, 但新上市的抗癌药价格对于老百姓来说, 仍然是有压力的。 下月全面启动专项采购, 近日, 国家医保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关于开展抗癌审级专项集中采购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省要在八月底之前出台抗癌药专项采购方案, 九月底之前全面启动专项采购工作, 今年年底前完成专项采购工作, 与此同时, 北京、上海、湖北、甘肃、 广东、 湖南、 海南、 江西、 河南、 陕西、 辽宁、 四川、 山东、 吉林、 浙江等多厂, 都对抗癌药价格进行了调整, 江西、 海南发布, 关于开展进口药品和抗癌药品价格申报的通知, 海南要求抗癌药必须在价税基础上, 进一步实现降价, 江西要求企业应根据国家降税政策, 按照降价金额, 不少于价税金额的原则, 申报采购价格, 营价而不价的药品, 在今后的药品集中采购活动, 中价进行相应扣分处理, 直至取消中标卦网采购资格, 湖南、 广东、 陕西等的业发布通知, 宣布开展抗癌药品价格信息调整申报工作, 记者从湖北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看到, 辉瑞申请将起20种药品的采购价下降, 降幅为3.4%到10.2%, 甘肃胜医药采购服务平台发布公告, 除辉瑞6款产品降价来, 西安阳森的一款原研耀达科, 注射用地锡踏饼, 50毫克的采购价由10327.22元, 降到4996元, 降幅高达51.6%。 8月3日, 湖北省武汉市公布了不放进口药品的议价谈判结果, 共31个品规的进口药品同意降价, 平均降幅为5.01%, 其中看来要有25个品规, 平均降幅达5.31%, 最高降幅达到24.61%。 商务部研究员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 研究员白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很多地方纷纷调整药品价格, 一保价格也随之调整, 目前已经看到一定效果, 但不能忽略的是, 影响价格的因素除了降水还有诸如针利费, 是否垄断, 代理等多种因素, 除此之外, 还要拖除产业链和每一个具体环节局道中的不差或扭曲等问题, 真正让市场发挥作用, 但进一步让患者得到学会, 还需要全方位治理, 加大进口原研药的国产替代, 记者了解到, 今后通过一致性评价, 得仿制药, 将与原研药在招标时享受同等待遇, 促进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得仿制药和原研药平等竞争, 从而使仿制药更加具备竞争力, 白铭认为, 过去恰恰是因为竞争不充分, 只能够买着投标价格高的进口药, 分析人士认为, 通过政府卡帕降低进口药市场价格的同时, 还是要加快研制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药, 记者了解道, 格列外在全国歌盛的中标价为11000元左右, 与之相比, 格列外国产榜制药的价格只是进口药价格的十分之一, 王主任告诉本报记者, 目前小国豪的中流药物几乎被国外进口药弄断, 这也是催生进口中流药价格昂贵的主要原因, 进口原原料质量、安全、校等方面都深入患者接受, 与主任靠药相比, 常规化疗药国产与进口的差别不大, 陈鹤告诉记者, 原原料也一直是国内抗癌药的发展方向, 国内目前具备抗癌药研发的企业少至又少, 且相应的研发人员非常少, 国家一直对抗癌药研发其余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与重视, 包括对新发现的病种, 以及目前国内比较空白的抗癌药品方面, 对于药企来说, 与国外药品竞争, 如果价格一致的情况下, 国产药的优势在哪里, 都是值得企业思考的事情。 陈鹤说, 在分析人士看来, 对进口药的方开, 能倒逼国产绑制药的降价, 但长远来看, 还是对国产绑制药, 获得一致性评价增添马力, 以实现进口原原药的国产替代, 这才是降低国民癌症患者医药废隆的最终解决方案。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